也是管理團隊的成員 然後另外呢 OpenOffice現在的那個Fallroom UserFallroom就是 他是一個多餘的Fallroom 那我還有他的Wiki 那我是他的站長 然後就是實際 每個禮拜要上去維護的那個人 然後另外是我現在也是台灣的OO補給站 我想這邊知道OO補給站的舉手好嗎 哎呦哎呦太好了 真的有人知道對 OO補給站的站長 對那另外也是 HOO All for Kids 台大團隊的成員 然後好 那第一個OpenOffice已經10歲了 然後2004年4月30號 聲揚發表OpenOffice的第一版 然後他整個發展簡史大概是這樣 那1984年的時候 Star Division Start Office開始 然後一直到1999年 然後聲揚買下來OpenOffice 買下Star Office 然後變成OpenOffice 那2009年 大概開發10年到2009年是大前年 然後Oracle買下聲揚 然後就變成Oracle OpenOffice 那在這段時間他名字從Star Office 變成OpenOffice.org 然後後來大概2010年的時候 那個2010年的時候 社群成員就form出來 然後成為Document Foundation 然後成立一個Document Foundation 還有LibreOffice 那下午等一下還會有那個LibreOffice的獎場 請大家要留下來這樣子 那另外我們這邊的話就是Oracle到2011年 就是去年的時候 一開始就跟Apache基金會談 然後我們就留下來變成 然後就把OpenOffice把它轉贈給Apache基金會 那從此就改名叫Apache OpenOffice 然後那個點Org就沒有了 嘿 好 那OpenOffice 3.4的新功能 我想這部分我們就直接看demo 這個檔案就關掉吧 那3.4的新功能第一個是 第一個就是字數嘛 那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是字數 那 喂 喂 這個有封嗎 喂 好 那傳統在OpenOffice 傳統的Office 我們如果 在OpenOffice的3.3的時候 3.3的時候 如果你 計算中文字數 基本上是錯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字數 它出現的是六個字 欸 出現的是四個字 那其實以字來講英文字兩個 然後中文字我們在數字數的時候 標點符號會算進去 所以其實應該是六個字 那這裡的字數是錯的 那 主要原因 那主要原因是在於 它在計算字的時候有 how 不是man howmany howmany 然後這裡兩個字 然後另外中文 它把它一個詞算一個字 然後再來字 然後它不算標點符號 所以它會得到四個字的結果 然後呢 那 在字數的地方呢 那OpenOn3.4的地方 它有把它修正 它變成了 對它能夠正確處理亞洲資源 亞洲資源包括 中日韓語的字數的算法和習慣 所以這裡就可以正確顯示出六個字 欸 這部分是 是小妹我把它修好的 對 那 除了這個以外呢 另外一點是 另外一點 另外一點是 在cap 有一個功能 大家可能 用比較複雜 可能會知道叫做資料助理 那它其實很 它其實跟 之前那個 Excel的資料 欸 樞紐分析表 是同一個東西 對 那可是因為 那之前的那個 之前的Trainmark 微軟 把那個 對它 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的 嗯 拍到table的 有註冊 它是商標 所以沒辦法用 沒辦法用樞紐分析表 那是之前用資料助理 那這個問題到 3.4 3.4了以後 也有 也已經改過來了 所以它整個翻譯上是 會跟 會跟大家習慣的 Office的用語 是一致的 那 欸 對不起我幹嘛關掉 那第三 欸 接下來的功能 包括說 第三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說 SVG 當你要 Opens 3.4之後 開始支援 SVG的 向量圖檔 那支援SVG 向量圖檔 的話你就可以 對 就可以支援像這樣 無段放 無段放大 縮小的向量圖檔 嘿 那你也可以做出 比較漂亮的 簡報圖形 那這在 3.32是沒有的 另外除了 SVG 向量圖檔外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地方是叫線條 線條的端點 那大家可以看到 欸 唉對不起 好 對 兩端 這個線條端點 如果你放出的話 它是固定的 可是到Opens 3.4了以後 你線條端點 你可以設成圓的 嘿 那 最後一個地方 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 今天好像也有人提到 這個東西 欸前兩天好像有人問過 我這個東西就是 Opens 3.4 開始所有的物件 都可以做 在內部轉換成 向量圖檔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這裡可以 我插入一個圖表 OK 這是一個有資料的圖表 那 這個有資料圖表 我可以把它轉成 轉換 變成 曲線 轉換成曲線 然後我就可以 欸不對 像這樣子旋轉 嘿 或者是 我如果插入這個公式 嗯 插入 目前 好 我們用放大一點來看齁 OK 嗯 放大到太大 可惡又放到太大 那像這個公式的話 我可以把它 轉成 3D 轉成3D了以後呢 我就可以 做3D的3D的效果 動畫效果 嘿 對 對 它就可以做3D的動畫效果 那這個東西 看起來好像很 沒什麼用的很炫的功能喔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 譬如說我剛才 加上我剛才在插入圖表的時候 插入圖表 插入圖表嘛 那我們有時候圖表的 側邊 我們有時候會希望有個直立的文字 直立的文字 那之前 之前我們要插入直立文字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較 就比較辛苦一點 公司 然後現在 現在的話我們就可以 轉換成曲線了以後就可以 在這裡 有時候不大好拉 對 就可以做到像這樣子的圖表的效果 呈現 對 那 這是一點喔 或者是今天 前幾天其實有另外一個人問我一個問題 是說今年Costcard他們 那個 今年主辦單位他們在 台前前台地方 他們 有沒有注意到大家在報道的時候 名字其實有兩列 一列正的一列法理 正的是給你簽的 反的是給工作人員看的 對 那同樣的道理你如果這邊 我插入一個字 對 我也可以把它 不好意思 我也可以把它反過來 很輕易的把它反過來 或者是呈現任何想要角度 對 那這也是OpenOffice 3.4 來以後的新功能 好 哎呀 花好多時間 15分鐘竟然快過去了 超恐怖 好 當然還有很多功能 大家可以 大家很歡迎大家一起來看 那 那接下來來介紹 OpenOffice的現況 那OpenOffice現在其實 在Apache基金會裡面 它也是一個育成中專案 就是對Apache 它接受的 它接受的新專案來講 Apache它 它希望專案能夠按照 所謂一個叫 Apache Way的方式 就是Apache的哲學 那可能這邊大家會比較熟悉 GNU的哲學 或是Debian哲學 這樣 那他們會按照Apache Way 那所以它會希望 它會 一開始是屬於 育成中的專案 所以 那這次我們 它上面董事會會先審核 那 讓你熟悉Apache Way的做法 那其實我們現在還是 還是 還是育成中的專案 那因為是育成中的專案 所以我們其實不是專案管理員 我們是預備 管理員會 對 那 目前 committers 目前的開發團隊成員有109人 那 現在的 PPMC的主席是 Rob Weir 是IBM 跟Oasis Oasis就是負責自訂 ODF的單位 那 Rob Weir它也是從 Oasis來的 他 Oasis的發言人 對 那 剛剛提到所謂Apache Way 什麼叫Apache Way 其實也是我們在 目前維護 OpenOasis的做法 那第一個重點就是 那Apache Way 網路上有不少的整理 那其中可以整理 其實它沒有一個 比較確切的定義 就是我們在Apache 基金我們做事的方式 那其實它有幾個 對 其中包括說 commercial Friendly的 license 就是用Apache License 那 其中 那包括說 對 Respectful Honest Technical Based Interaction 對 Faceful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s 對 那 不過這裡面有比較清楚的 就是說 其中一個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 我想大家都 不好意思 大家 對 Apache Way認識最多 就是 Transparency 就是我們在 Apache基金會 我們所有的事情 大家都是公開的 那所有事情 都是在MailNinList上面 討論的 也就是說 大家可能聽過一句話 就是說 If it does not happen If it Did not happen in MailNinList It It did not happen on the list It does not exist 就是沒有在 沒有在 沒有在MailNinList上面發生的事情 就不會存在 那你就說 事實上 那 事實上我們會被糾正 就是說 所有東西我們必須要在 MailNinList上面討論 那 所有的整個決策過程 還有討論過程 全部都是公開的 任何人只要加入 MailNinList都可以加入 我們的討論 那 事實上我們討論的地方 就在哪裡 就是絕對沒有黑箱 嘿 那 未來的展望來講的話 來 未來展望 還沒 未來展望 OpenOffice 其實現在 其實下個禮拜 應該會出3.4.1 那我們現在已經 RC2已經出來了 這兩天正在投票 那 OpenOffice 明年年初 預計會 明年預計會出 OpenOffice 那 3.5可能也會在那個時候出來 然後現在不確定 這樣子 那 其實最主要是我們現在是 focus在未來的OpenOffice 那 OpenOffice 它一個很大的特點 因為 在現在 在我們的那個開發團隊裡面 IBM 他們有投注 他們 IBM之前有一個套件 叫Lotus Symphony Lotus Symphony 是在 OpenOffice.org 的時代 聲揚專屬授權給 IBM的 那 它是基於 OpenOffice 3的核心 然後 Lotus Exadata 和 Eclipse Ridge Client Platform的界面 那 IBM 它 在 捐給 OpenOffice OpenOffice 捐給 Apache基金會的 IBM就宣告說 它要 投入來協助 OpenOffice 所以 今年年初 它就發表最後一版的 Lotus Symphony 3.0.1 那 之後 它就要完全中置開發 那 現有的 Lotus Symphony Code 也會完全貢獻給 OpenOffice 4 那 原團隊也會貢獻給 投入開發 OpenOffice 4 那 今年 5月15號 就是在 在 3.4 release 出來一個禮拜左右 那 IBM正式簽訂了 企業貢獻授權說 Lotus Symphony 的Code 貢獻進 OpenOffice 4 那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Lotus Symphony 對 這就是Lotus Symphony 那 這也是未來 IBM 未來 這個介面算是 UI算是蠻酷的 對 那這個是 也有一些雜誌 國外這些雜誌曾經評論說 它是比 就是 可比那個 Apple iWorks 或是可比 MS的Ribbon 的介面 那 你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它 未來它不會有單獨的 它不會有單獨的視窗 然後不管你是開什麼東西 都是在同一個視窗裡面的分頁 對 那另外是說 原本上面很厚很長的工具列不見了 那現在都跑到右邊 在右邊 在右邊處理 對 那這些東西 像這些 這些 比較簡潔 而且比較容易 使用的功能 都會逐漸整合進OpenOffice裡面 那 對 都會整潔進OpenOffice 4裡面 OK 好 Symphony 好 那 那 參與OpenOffice 那 OpenOffice 現在已經有一個官方的台灣鋪廊 那歡迎大家叫這個鋪廊 是 Apache OOTW 嘿 那另外有台灣的社群 那另外有台灣的社群Facebook 台灣社群Facebook 台灣社群Facebook OO.TW 那歡迎大家在上面搜尋 OpenOffice台灣 那另外台灣社群有個mailing list 然後 另外在國外社群 國外上面OpenOffice的Twitter 這是OpenOffice的Twitter 那 這是 官方的Google Plus 那這是OpenOffice的 官方粉絲專業和社團 嘿 那 剛才我們講說就是社群網站嘛 那 也歡迎大家直接參與 那 OpenOffice的 這是 OpenOffice有一個公告的mailing list 那 除了公告 這是我們使用者的mailing list 那 這個是比較重要 就是說 開發者的mailing list 就是你可以直接上面 幾乎我們所有事情 都在上面決定的 對 那除了有 絕對必要的事情 譬如說有牽涉到個人隱私的 個人隱私的狀況 或是 唯一個 唯一個投票必須要是秘密投票 是新成員加入要投票 新的那個開發者加入要是秘密投票 除此以外我們投票 投票過程都是公開的 那在 private list上面 投票是無效的 對 那所以這是 歡迎大家直接訂閱這個list 那你可以 在這個list上 你就可以直接參與OpenOffice的開發 即使你不是像我們一樣的committer 那 對 那 參與OpenOffice我們 目前 在OpenOffice的開發團隊裡面 台灣人只有 我一個 對 所以 我很希望說 可以有更多人來 協助 嘿 那我 那我自己目前是 可憐的研究生 這樣也是很辛苦 對 有時候不大能夠顧及 真的很多方面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更來協助 OK 謝謝 到這裡 好 欸我要講到幾點 我的時間是要幾點 什麼 還有十分鐘 還有十分鐘 OK好 那 還有十分鐘的話大家想看那個嗎 想想聽聽 想聽聽看 想要開放問題嗎 還是想 聊一聊昨天那個東西 好 我們先把昨天的東西簡單說明一下 我到底要幹嘛 因為我昨天我發現一件事情 好 那個無聊東西講完 我來講昨天的東西 昨天的東西 其實 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到處問 然後發現很 發現很慘 就是大家好像只注意到我沒有說話這樣子 然後 大家覺得好酷喔 我去看Irc log 大家覺得好酷 然後結果竟然沒有人 竟然我問說 好那我昨天到底講什麼 啊 不記得了 然後超悲慘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很悲慘的地方 是那個Irc log上面 然後竟然有人說 欸 這邊應該有人在Irc log上面齁 就是我就指明了 就是說有人說 那個看起來像猥褻物 然後就超悲慘的 對 來 我來看 那個其實是這樣子 對啦 他的 他原來是這個影片 嗯 對不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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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博士嗎 真的沒有博士 哎呀對齁我沒有連到網路 他本來是那個 他本來是那個 有人看得出那是iPod的那個廣告嗎 有人看出那是iPod的廣告 對那是iPod的廣告 然後我是用FFMPEG把它結出一張圖 結成一些圖 然後把它做成 嗯 可動3 有時候你要大量工作 什麼不方便 對 然後用FFMPEG把它結成圖 那結成這樣的圖了以後呢 然後我再把這些圖 我寫了一個程式 寫了一個程式 然後他是把 他會讀進每一張JPEG 把它轉換成 把它scan然後轉換成 Calc Calc大家知道嘛 那他是把它轉換成 Calc每一個每一個的動畫 每一個每一個的背景圖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應該其實也沒有多新鮮啦 那其實這東西應該大家之前有在網路上看過 那 對之前大家就是用點的嘛 而且大多都是用Excel做的 那 今年 那為什麼會想到做這個東西呢 是 上個禮拜 就正好有一件網路事件 有人也做了一個這個圖 然後做的蠻酷的 他算是一個網路媒體的Artist 然後他做的蠻酷的 那他就放一個標題叫 Stop Motion 就定格的動畫 然後Excel 可是後來 影片看明明是Calc 也不是Excel 對 然後就引起 因為這樣的事情 就引起很多媒體在討論 那我們 那內部也討論 欸可不可以 我們做一個自己的東西出來 那我想想 欸這不難啊 然後我就把它做出來 大概四個小時吧 對 對 對啊 然後就是 就是 做出來就是像 蛤 蛤 要到第一頁 其實這裡有個機關喔 這裡其實是有個按鈕 對 對它其實是 是按鈕 對有人說這很猥褻 這是讓我太傷腦子 太傷心了這樣子 嘿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剩下幾分鐘 過來這邊有沒有什麼 啊對 對 昨天我不是故意不講話的 昨天我其實一點都沒有要 都沒有要破那個什麼 不講話的紀錄 還有現場打字的紀錄 可是我發現我 竟然破了 iCoast Cup 有史以來 第一次 有talker從來沒有講話的talker 還有那個 現場打 現場完全從卡來說 其實我昨天想破的是另外一個紀錄 叫做最短的talker 就是我想要用 真的想要丟30秒多完 然後我就下台 後來想想 我就內心有個理性的聲音告訴我說 我好像應該講點 我好像還是應該說明一下子 我到底在幹嘛 然後兩個理性的 跟 理性跟衝動在爭達之間 後來我選擇理性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要寫 要寫點什麼 那我就想說寫點什麼 那 可是我想我要講的東西很少 我就又 然後又要live demo 我就很懶的再寫簡報 就直接用寫的就好了 然後 然後呢 既然是現場直接寫的 那我幹嘛還講 對 就只是這個邏輯而已 我沒有必要寫了以後就講嘛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那個結果 然後結果沒有 大家覺得這兩個 竟然破了這兩個幾乎 真的讓我很意外這樣 嘿 好 那有什麼問題 快點 時間不多了 有沒有要問什麼問題 關於昨天的那個talker都可以 或今天這個 或是open office3.4都可以 蛤 真的沒有要問問題 天啊 虧我還講那麼 講得那麼快 真的沒有要問問題嗎 太好 請問一下那個 有3.5.3 還有 就是它的效能 有順利的順利 你們大概是有什麼 知道大概是 為什麼 呃 呃 我不能講 不過我知道3.2 3. 我們open office3.4出來的時候 Libre office那時候是3.5.2 然後我們出來沒多久 就變3.5.3 然後在那中間 有一些網站 曾經做效能評測 對 你可以 這樣 那我們 原則上兩邊交流 coast很好的事情 對對對 那我們 可是我不清楚 因為我不確定 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嗎 呵呵呵 對 嘿 這樣子有回答他們有問題嗎 嘿 他們有問題 哈囉 哈囉 哈囉哈囉 哈囉 哈囉 真的沒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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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什麼 如果大家 這邊我看到很多可愛 很多女生的那個 coder在這邊 我們二樓 我們樓上廣告一下 我們樓上有個 Wallforce家 女生的 自由軟體的小組 歡迎大家去那個社團去看一看 對 那就 只好把時間交給Tammy了 嗯 可愛的Tamm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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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